和田玉呢,从古至今,非常深受玉友们的喜爱 像古代的时候,王家贵族都非常喜欢佩戴和田玉 所以说和田玉的话,它是从古至今的一个流传 像目前的话,很多些爱玉之人家里如果说有受伤症的宝贝的话 那架子呢,都是延长哦 像本期视频的话,请们带来一款顶级的高货分享给大家 可以看到这款料子呢,它是一块皮臭的一个题材 像这款料子的话,是我们家的一个正殿之宝 因为像这款皮臭的话,它的刻重很大 可以用手来对比一下,跟个巴掌的大小差不多 可以看到这款料子的话,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脂粉感 油性、糯性,它的皮色都算漂亮哦 品级的高货 如果说你也是爱玉之人 你喜欢欣赏、收藏、结缘、开店 千万不要错过了 像我们家是上海最大的一家做玉石批发市场 这边顶级的高货 杨之玉、索把剑、百剑都是应有皆有啊 如果说你也是爱玉之人 我们可以一起来相互探讨更多的美玉 136 3665 889 像和田玉的话,有这么一句话 从古自尽的一个流传 三色皆为宝 像这款料子呢,它的一个皮色 还有它的一个,这边有点脆轻 还有它的一个白色 三色皆为宝 像这种料子的话,在市面上非常的难得一见 可以看到这款料子的工艺的话 把皮球的一个表情、神态、爪子掉到栩取如生 像我们这边的工艺呢,来自于书雕 如果说你也是爱玉之人都知道 像如果说拿一块料子去宿舍那边去雕工 像这样料子的话,都是上万元一克 像这款料子的话,性价比非常高 如果说你想赚什么价格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来相互探讨交流一下 像我们这边做的是一家正规的实体公司 产品的话是有宝藏的 有资产的全国附减 七天无流退换货 终身的换货 计售还有抵押的一个服务 像我们这边的话是会有举办定期的一个浴室拍卖会 如果说你也喜欢玩料子 想捡漏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 像这款料子的话是 指日冬生的一个题材 看到这款料子呢,它是说几品的高货 整体的,沉浸出的一个油份感都非常强 感觉每个毛孔都在呼吸着油份 工艺的话,放了精脏手工的一个工艺 像很多爱遇之人的话 如果经常着访于浴室行业都知道 像市面上很多些潜伏的一个工艺 手工的工艺放的少 如果说你也是爱遇之人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了 本期视频呢,别有限 这边的话,简介了分享这两款顶级的高货 分享给大家 如果说你也是爱遇之人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相互探讨交流 谢谢大家